在兩年前的農曆年初二 在我身處王國阿佳路街這一帶 梁天琦和其他示威者和警方發生了衝突 繼而引起騷亂 當中最為人深刻的相信就是有示威者扔磚頭 亦都有警察向天開場 高等法院最終判處梁天琦監禁六年 另一位被告奴建民監禁七年 是暴動案之中至今最嚴重的判處 今年27歲的梁天琦 求情的時候曾經說出獄會繼續追求民主 這個夢有機會等到六年後才可以繼續追尋 法官彭保琴判刑時說 旺角暴動是大規模、非常嚴重 對市民的安全造成極大危險 由影片可以提出當日行動是有組織、有計劃 認為法庭不能給大眾錯誤信息 以為對政治不滿就可以掃諸暴力 所以判處阻嚇性的刑罰 一項襲警罪、一項暴動罪成的梁天琦 分別判監一年和六年 刑期同期執行 暴動罪成的盧建民判監七年 是同類案例中最嚴重的判處 而早前承認暴動罪的黃家駒也判監三年 三人的代表律師都說 就刑期會考慮提出上訴 對於一個27歲的年輕人 因為激進的示威行為 而判處六年的囚刑 市民又如何看呢 嚴重會嚴重 我覺得懲罰就要懲罰的 其實就是不對的 打警察或者毀壞地磚之類的東西 是不對的 如果我認為手行為就合理一些 雖然不需要判那麼重 因為有案例 二年六七暴動 說話有沒有判那麼重 都沒有判那麼重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員長勇打壓 你們是示威 但你們是在搞事 你們是搞事的 始終都是 如果個個像你這樣就亂了 判刑是需要的 但是看你怎麼看 如果你坐不坐 對於法官說 不接受政治訴求作為求情理由 只是考慮暴力行為 和破壞社會安寧的程度 有年輕人表示不認同 有些時候你不採取一些手段 當然可能是完全不對的 但是有時候你必要的 你又不看他的動機 那是人來的 怎麼都有動機 怎麼都有情感 我覺得一定要看 你不可以拿一些冷冰冰的文字 或者數字去對待這件事 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公民黨主席 梁家傑認為 法官量刑的時候 應該考慮示威者的背後動機 以及個人背景 當你去判刑 去量刑的時候 你當然要想一下 究竟他是屬於一種為自私、自利、滿足私慾的一種行為 還是他是為一個追求理想香港大圍的好處而出力呢 其他兩型相約的案件 包括2014年外傭Ariana被約案 以及2009年一名司機在洛馬州罪嫁造成6死 兩名被告同樣判囚6年 這次梁天琦的行為能否相類比 判刑是否過重就交由公眾自行定奪 Live TV記者 陳文勇佛讀 Live TV記者 陳文勇佛 Live TV記者 陳文勇佛 陳文勇佛 Live TV記者 那麼